在馬來西亞賣房產,竟然要這麼多費用? 大家好,我叫Sam爺 我的專業是透過幽默風水方式 讓你更加容易明白房地產知識 進而達到更精準的投資方案 前幾段時間我和我朋友吹噓的時候 他又說起賣樓的東西 他們就問了我一個問題 是不是賣樓這些新項目 給了預訂費和下賣之後 在其中就不用給任何東西 等拿鎖匙才開始供 是不是想知道答案呢? 繼續看下去 到底在馬來西亞賣樓需要給什麼費用呢? 第一,預訂金 通常是需要給1000元到1萬元之間的這個數目 由於MCO的關係 有很多發展商已經慢慢開始降低預訂金的數目 好像在餓了 我正在賣的項目 只有一百塊預訂金 不是吧 一百塊 四杯Starbucks就沒有了 那這個預訂金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這個預訂金可以優效地防止人家去掠你的單位? 那是這樣的 你去show room看房子的時候呢 你又看到一個單位是你非常喜歡的 你又先給這個預訂金 可以閉住這個單位 以防止人家來掠你的單位 因為好的單位呢 蘇州過後無艇搭 廣夫人幫人想辦法的時候 往往會用到這句 蘇州過後無艇搭 來勸人或者說服人 第二個費用 投其類 即是我們的Down Payment 要給多少Down Payment呢? 就要看銀行借你多少錢 如果銀行是借你90%的情況之下 那你的Down Payment就是10% 那如果它借你70% 你的Down Payment就是30% 那如果你是賣二手屋的情況之下 這30%是要直接付完的 不過如果你是賣新項目的情況之下 這30%可以分Stage來還的 那一開始你就要先給這個10%的Down Payment 那其餘的20%在哪裡呢? 在2A Stage這裡 在2020年Q4的時候你要先給這個10% 那在2B Stage的時候 你就要給另外一個10% Q3 2021年的時候給了 那為什麼不是15%是18%呢? 因為你借70% 你就還30% 一直10% 18%是不是覺得很亂稅呢? 沒有相關 下次我們出來喝茶的時候 我慢慢解釋給你聽 那你是不是經常聽到人家說 零頭期零頭期 到底什麼是零頭期呢? 明明銀行借到90% 那這個就多得我們親愛的發展商了 因為那些發展商可能會給我們的購買 如果它是rebit10%的情況之下 你跟銀行借90% 它rebit10% 所以你的頭期就是零了 兩個字 爽啊! 第三 絲絲費了 即是Legal Fees Legal Fees 一定要付的 那可以怎樣去計算呢? 你去App Store 找到一個App 叫做Home Loon 首先在你的電話打開這個叫Home Loon的東西 按了進去之後 你又按下面這個Legal Legal之後你又打你的Property Price 然後你的Loon的Price 你按了之後 就會呈現這個SPR Legal Fees 和這個Loon Legal Fees 當然有些情況之下 發展商會包括Legal Fees 給你的 如果你買新項目 那來到第四個 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叫做Progressive Interest 這個Progressive Interest 是要一些新project才需要付的 二手屋是不需要付這個Progressive Interest 這個費用 亦都是很多新買家忽略了的一個費用 Progressive Interest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付呢? 其實道理是非常簡單的 發展商做這個房子出來 是不是需要龐大的資金呢? 但是你的復金呢 只要付一個100塊 發展商要怎樣做呢? 這個都做不到出來 在這個時候 銀行哥哥就要出來 幫我們出錢給這個開設員 去繼續做你的房子 這個時候你就想 哇 銀行這麼好的 幫你出錢這個錢 給發展商 我們出來走 是要還的 出來走 遲早要還的 在哪裏玩呢? 就是銀行會幫你收回額外的 Progressive Interest OK 所以這個Progressive Interest 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現在我就給你這個 SAMYE formula 給你計算出來 等一會你就記得Screenshot 這裡你就Screenshot了 所以你要注意的就是 SPA Price 你的Column Progress 以及這個 Interest 我們現在就拿2A和2B了 2A就是18仙 2B就是15仙 所以這裡要注意了 例如 你的SPA Price是600千的話 你的Interest是3.3 你的Stage是2A和2B 就是25仙 所以600仙成為25仙 150仙 150仙乘3.3 就是你的Interest 就是這個4950 4950除12 就是你每個月的Interest Rate 是不是覺得好整呢? 要白白給這個銀行 賠償我們的Interest 那來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怎樣不用去給這個Progressive Interest 你用Cash買 第四個 Agency Fees 這個東西是二手屋才會需要付的 通常在KL都是3%左右 那新行目的朋友 你就可以可謝 我不用付 第五 MOT Memorandum of Transfer 即是割名的手續費 通常人家會叫它Stamp Duty 印花稅 首先你Internet Such這個MOT Calculator 按這個第一個出現的 這個Property Guide 什麼 website 然後你打你的Property Price 就去600千 就打600千 你按了出來 在最下面那裡 就是你的MOT要付的錢 第六個 Insurance 保險 一般來說 銀行會幫你買兩種錢的 第一個就是 火險 第二種就是 MRTA 或者MLTA 講到保險這兩個字 反而讓我想起一個人 這個人不是做保險的 大家好 我是Stan 至於為什麼我會想到它呢 除了我會開一支影片詳細的為大家講解 接下來就比較冷門一點 出街單 還有出街電鍍 一個地稅 一個門牌稅 地稅來講 通常會比較便宜一點 通常都是根據Lang的尺寸來計 你多少錢的地稅 通常幾十塊左右 那麼門牌稅就比較貴一點 如果你的地稅 在黃一點的區 很黃的區 你的門牌稅都會相對高一點 通常都是幾百元左右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費用了 最後一個費用是什麼呢 Management Deposit 如果你是住在一些 Condor Service Apartment 或者有Gard House Landed House 都需要給三個月的 Management Deposit 是不是猜不到呢 我也猜不到 這個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 有幫助到你的情況之下 不妨share給你的姨媽親戚 親朋戚友看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下次你想學些什麼相關的知識 如果你不想錯過 任何關於房地產的優質知識 或者Online Marketing的話 歡迎subscribe Sam耶 並且打開你們的小叮噹 不過我知道你們一定不會打開這個小叮噹 因為我還沒打開這個小叮噹 好了,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